我们很久没见 你坐好 哥哥 小军在这里 哈喽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嗯 因为毕竟就是 你妈妈几年也没有回来嘛 突然打电话给小燕 小燕肯定心情有点不太好嘛 本来就是嘛 她现在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 她在那边哭 我刚刚也是 嗯 没事 不要跟妈妈计较嘛 对不对 毕竟是你们的母亲 你们也要好好的跟她说 对不对 谢谢点赞 欢迎直播见到叔叔阿姨哥姐姐 本来今天我过来 咱们也是开开戏型的 没有想到遇到这个事情 嗯 晚上好 晚上好 嗯 我再去看他们 和你爸爸喝好 他们说 你妈妈如果回来的话 嗯 让你爸爸和妈妈和好 嗯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可能你们不太了解 和好 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这个事情 别说我爸爸 我肯定我都不会去同意这个事情 他现在回来干嘛呢 他以前 以前走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 现在儿女都长这么大 以前怎么就没想过呢 现在我们过得挺开心啊 每天我 我达尾还有阿姨啊 还有小样 我们过得挺开心的 他现在又回来做什么嘛 对不对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不会那个的 嗯 不需要再喝 对不要拟他 对 然后我去韩子过来 可以啊 他关键还带个弟弟 谢谢点赞 欢迎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我去叫小样 嗯 让小燕自己决定自己跟谁生活 我有爸爸呀 我肯定有爸爸 让小军去 那是别人的孩子 现在生活好了 他来了 妈妈回来可以照顾爸爸 嗯 但是他妈妈现在跟别的人都有了家庭 然后现在回来想把小燕带走 我就 很生气 我不知道他安了什么心嘛 我也不知道他妈妈 我没见过 到底是好是坏 我还不太了解 但是 他妈妈就跟小燕打电话说 他要把小燕带回去 怎么可能呢 带回去是有什么目的呢 小燕过得好了呗 就农村的家庭就是这样的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很多时候 那小燕决定 我肯定不会让小燕决定啊 小燕 小燕她肯定不会 离开我呀 对不对 都要太乱了 我也觉得 她不让小燕去 就让小燕跟着 我肯定不会让小燕去 小燕也不会同意去的 小燕是我以后的妻子 是要跟着我一辈子生活在一起 我的另外一半 小燕不会跟她不负责任的妈妈走 她妈妈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你凭什么带小燕走 我有点生气了 但是我又不太好说 因为她毕竟是小燕的亲生母亲 你想嘛 人家小燕 现在我们过得多好啊 对不对 有那么多粉丝 朋友支持我们 那么多叔叔阿姨 你来你凭什么带小燕走 而且你跟别人都有了家庭了 我又不太好说 我就 就只能让小军去怎么看奖 然后我来扶住 你们觉得对不 小燕好姑娘 小燕不会去 谢谢明姐 从小把女儿抛弃 然后现在又回来说 跟妈妈走 哪有这样子的 如果她的母亲爱她 至于四年都不回来一次吗 你们觉得对不对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姐吗 对啊小燕又不是物品 你想带走 难道就带走吗 嗯 对不对小燕 过来吧 过来 坐吗 干嘛 安心一点 谢谢你们支持 晚上好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晚上好啊 晚上好晚上好 吃饭了吗 嗯 咱们吃 嗯 我问她们吃饭了没有 我帮你 晚上好 都在跟你打交付呢小燕 晚上好 晚上好晚上好 吃了吃了 嗯 嗯 小燕 他们 喂 卡吗 不卡 要和达尾成家的 小燕 我都在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说你 妈妈的这个事情嘛 嗯 对 你都不知道怎么说 你就直接说你心里怎么想的 有小军在 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用怕 是不是 谢谢你们 有我在你怕什么呀 谁都不会把你从身边抢走的 是不是 她说她明天回来 她说她明天回来 嗯 她刚刚又给你打了电话还是没打 就是小武当 嗯 她原话是怎么说的嘛 她就说她明天回来 然后带弟弟一起 带弟弟一起 嗯 弟弟 你见过这个弟弟吗 没有 她重新找了一个家庭 那重新找了一个家庭 凭什么来带你走呢 是不是 谁知道她怎么想的 对啊 又不是 什么弟弟 你根本不是你的弟弟 跟你又没有血缘关系 是不是 就我之前过生日嘛 她都准备回来的 嗯 因为弟弟 有那个嘛 然后她就又 回去了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嗯 老婆吗 嗯 吃这个好吗 嗯 把它拉开 嗯 小燕你不要不开心 达伟哥永远在你身边 你刚刚说过生日的时候什么 就过生日的时候 她准备回来给我过生日啊 然后弟弟生病忙 让他又回去了 回来跟你 过生日 嗯 那她今天原话是怎么说的 什么原话怎么说的 她今天说的是什么 这是你妈妈 她就说她明天回来 然后带弟弟一起 然后她说让你跟她走吗 嗯 她说 只要我跟她一起回去 如果不是你的母亲的话 我有点生气 说实话 只不见了叔叔阿姨哥哥姐 你 你想去吗 我去干嘛呀 我为什么去 你愿意去吗 肯定不愿意啊 你弟弟生病了 他就叫你回去 什么意思啊 不是 是你弟弟生病的原因 叫你回去 还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 就很奇怪 怎么会突然 这个时间段 叫你回去 想跟你要采你 她有提过关于我吗 没有提过关于我的事情 嗯 谢谢点赞 她说我在这边又过得不好 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没理她了 明天回去就回不来了吗 想应的爸爸怎么都不会同意 生什么病让你跟她走 没有吧 有那么夸张吗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什么捐什么那个什么什么 没有一起生活有什么关系 弟弟得本 没有吧 真的吗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不会吧 电视剧才有的 请姐 你别叫小烟去 你 你妈妈对你好不好一些 也还好吧 觉得 对你好吗 还好吧 那还好的话 四年给你打过电话没有 没有 没有主动给你打过电话 你给她打过 她出去了就没有打了 你给她打过电话吗 打了不接 然后现在突然给你打个电话 说要回来 然后把你带走 然后还带着弟弟 嗯 我有点生气了 叔叔阿姨哥姐姐 没事 因为是她的亲生母亲 我有些话我又不好说 不能去跟小烟爸爸说一下 她可能 她不会去找爸爸 爸爸找不到我 啊 她去找你爸爸不会吧 不知道啊 她又不知道我在哪儿 她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我肯定不会让她知道呀 对不对 对 你离开小燕几年了 小燕几岁的时候吧 是吗 几岁的时候 你看你的 十 十多万 十岁吗 十岁 十岁 记不得了 那么多年 中间有跟她见过吗 见过 之前有联系啊 然后最近就 最近三四年 然后就没有联系啊 为什么 因为她有了家庭的原因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你们不要说阿罗 跟阿罗有什么关系啊 不要提阿罗了哈 肯定跟阿罗 没什么关系 是 对 小军 嗯 你坐啊 刚刚 打了小燕几岁 啊 小燕几岁 嗯 什么 是妈刚刚 给小燕打电话 我接到了 你跟小燕几岁说 他又打了电话 他又打了电话吗 刚刚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就是说 以前他自己是没有能力嘛 家里面自己很平坷 嗯 他就是说自己在外面 你说普通话听不懂 啊 他就是说他在外面打拼嘛 打拼了很多年 他说现在有了一定的能力 就是说想要还是 带妹妹是 因为我们家里面贫困嘛 嗯 没读多少 书 然后就 辍学了嘛 他想让我去读书 嗯 大发慈心 然后带小燕去读书 而且又不是读书的年龄了 啊 小燕都21岁了 我知道 我也跟他说了嘛 然后他还说 就是 因为爸爸照顾我们两个 现在 这么多年 我们也没有过得更好 他就觉得自己有了能力 想要再 回报 就是补偿 补偿 对 那以前怎么不来 补偿的话 他 小燕说 他的那个 呃 就 他不是有了新的家庭吗 生了一个孩子 嗯 然后现在说带小燕走 怎么那么巧呢 刚好那个人 那个孩子又生病了 他刚刚都是没跟我说孩子生病 不是生病 我说的是之前我生日的时候嘛 他说他准备来 然后结果那个弟弟生病了嘛 然后他又回去了 他真的 我刚刚也跟他吵了嘛 其实我肯定他回来 我肯定是不会去接受的 因为当年你可能不知道打尾 嗯 因为以前我爸爸有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我爸爸病了 然后小燕那个时候也还小嘛 嗯 我们两个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办嘛 也不知道带他去医院 那时候真的 真的多想家里面还有一个依靠 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时候很难 小燕也是哭着找妈妈 可是 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来啊 是不是 现在他知道回来了 我们都已经长这么大了 他才知道回来 怎么可能嘛 是不是 就是 就我需要的时候他不在 现在就跑回来了 他刚刚的意思 他刚刚的意思是啥子 他就是说 他的意思是 他就是说想要他自己努力打拼嘛 打拼有了一定的条件 他说想要回来 然后就是补偿我们嘛 说还要带你去读书啊什么什么的 反正就是 什么的 也是是他觉得 对 我们搞得不好嘛 他就是找到的 现在就是想要回报 那他 所以说他以前做了就感觉没有啥子没中了 那他既然要回报或者什么的话 他为什么不直接打钱呢 对不对 他还说什么带想念读书 我觉得 我也觉得他 他这个肯定是有啥目的 他这次回来肯定 但是又是你们自己的妈妈 肯定虎毒不食子 他也不会害你们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他毕竟是你们亲生母亲 我知道 但是我真的我觉得 如果也不一定 现在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说实话 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条件嘛 跟我们过的这个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已经 他现在说回来指不定是有啥 有啥想法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我们遗族嘛 就是财力很高嘛 也有可能是看到妹妹现在长大了 她也想过来分这个财力也有可能 分这个财力 有可能 我一分钱我都不会给她 我肯定 我会给你爸爸 我会给你做哥哥的 等我有了能力 我绝对不会给她一分钱 不用给 只要你对妹妹好这个财力 其实我的话真的觉得 我多少我会象征性的给一些 是不是 我们毕竟我们在一起 那个时候都等有能力了再说 我先把你们两个的小日子过起来 我也不知道妈妈她 如果她真 我怕她去找爸爸呀 嗯 我怕她去找爸爸 我也觉得可能她真会去找爸爸 因为我们在这边她不知道她 我们没有办法 她找不到我们肯定会去找爸爸呀 嗯 那找到爸爸怎么办呢 我又怕她们两个闹不好又要怎么怎么样 因为爸爸她也是很气嘛 一直就没过这个坎 以前妈走之后也是一直瘦 现在瘦 我觉得 就是 所以现在不管怎么说她回来 我肯定都不会生的 她在云南做什么 什么会知道 我也不知道 她好像就是 挣了一点钱是怎么的 问你小妈妈 因为 我小朋友干嘛呀 因为这些年我也是 我们家里面就爸爸我们几个人 如果真的爱小燕和小军 那当初为什么离开她 说明 就是 喜欢 钱财上的东西嘛 她走了 在小时候 小军和小燕 吃了多少苦 那啥 你是她大来的吗 她大的吗 云南的吗 号码都是 云南的号码 云南昆明 谢谢 帮我们点点赞 兄弟 叔叔阿姨哥哥姐 把人机票上一下 介绍 说 有 有